这是一头被基因改造过的鲨鱼 改造过后 鲨鱼拥有了直追人类的智商 当这些智商极高的鲨鱼 跑出实验室 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灾难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部 高智商鲨鱼 维获人间的电影 深海狂杀3 故事发生在一个废弃的小鱼村 这里原本是一座人造岛 住着好几百户渔民 由于海平面上的高智商鲨鱼 岛屿几乎被淹没殆尽 原先的渔民全都迁去了别处 只剩下一户人家还死守在这里 艾玛是一个科员团队的领队 他和团队每年都会来到这里 通过运用声纳和人工智能技术 来研究形形色色的海底生物 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鲨鱼 鲨鱼处于海底食物链的最顶端 艾玛相信它们可以通过研究鲨鱼 来帮助人类改善整个生态系统的环境 研究鲨鱼并不是一项轻松的活 尽管艾玛和这里的鲨鱼已经很熟 但是偶尔仍然会遭受来自鲨鱼的敌意 和艾玛一同入水的老肖 将他手臂出血 赶紧带着他回到了岸上 科研团队总共有四名成员 除了艾玛和老肖 还有精通计算机的技术宅 和精通环境升学的米亚 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套名为海神的监测系统 根据他们的监测 今年的鲨鱼数量比去年少了大约6% 这很可能是环境持续恶化的结果 艾玛团队和留守的小黑夫妇 原本在渔村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 但是一艘轮船的靠近 却打破了这份宁静 艾玛上前询问对方来意 发现来者居然是自己的老乡好查理 查理这次过来是受一个大财团的雇佣 前来搜捕三只失踪的公牛� 据查理所说 这三只公牛鲨十分了得 可以像海豚那样进行群体进攻 这样艾玛有些难以置信 米亚在监测设备上搜寻了一番 但是并未找到公牛鲨的踪迹 查理回船之后 便和同伴开始了下潜任务 几名船员分头行动 开始在海底搜寻公牛鲨的踪影 与此同时艾玛也独自潜入了水底 让她震惊的是 海底居然出现了两具大白鲨尸体 这时岸上的米亚也发来了警示 一条公牛鲨正在附近徘徊 艾玛得知信息后 打算叫船员离开 没想到其中一名船员 已经被鲨鱼吃掉了半截身子 这一轨运事件很快引起了艾玛的注意 按照以往的知识 大白鲨应该是比公牛鲨更为强大存在 为什么它们会反过来 沦为公牛鲨的食物呢 查理解释说 这是因为公牛鲨已经受气候变化影响 演化成了比大白鲨更强的物种 同伴先生没多久 轮船那边便开始组织第二次搜查活动 为了确保同伴的安全 查理请求艾玛能够用海神系统为他们提供协助 艾玛知道这群人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为了保护海域的生态环境 他还是同意了查理的请求 就这样 几名船员第二次潜入了海底 他们在海中释放出大量的海豹血 以此来引诱公牛鲨 但是几只公牛鲨却迟迟不见现身 几名船员只好继续潜入到更深处 艾玛担心查理的安危 拿了枪出来盯上 此时一只公牛鲨急速向查理扑了过来 艾玛眼见查理受袭 顾不上海中的鲨鱼直接跳入了水中 幸运的是艾玛的麻醉枪准确命中了鲨鱼 查理虽然被鲨鱼咬住 但是并未致命 很快艾玛就将查理从海中救了上来 重弹的公牛鲨也被船员捞了上来 从鲨鱼的生理特征来看 这应该是一只幼� 公牛鲨被捕后 公牛鲨被捕后 艾玛小黑再次来到海面垂钓 小黑发现钓杆似乎被什么东西缠住 他潜入海底查看情况 没想到等着他的却是另一只公牛鲨 黑妹发现丈夫失踪 来到渔船寻找丈夫 最后却只找到一截断手 在船员捕猎的这段时间 技术宅那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原来查理等人寻找的公牛鲨竟然来自于人类实验室 艾玛得知情况后 气冲冲的过来质问查理 不料此时轮船却遭受了另外两只公牛鲨的袭击 眼看观察窗角被鲨鱼撞破 查理赶紧来到了甲板上面 他拿枪对准被捕获的诱鲨 没想到两只鲨鱼就此离开了轮船 查理知道无法在一门下去 只好向艾玛告知了事实 原来这三只公牛鲨都是经过基因改造的鲨鱼 他们的智商也因此而大大提高 甚至拥有了类似人类的感情 这也是鲨鱼为何撤退的原因 艾玛得知真相后不愿自和查理合作 但是其他成员却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 气数杂派出水下无人机 跟踪再次入水的船员 最后发现他们竟然在海底装上了水雷 水雷所在的地点正好是海沟中央 一旦水雷爆炸 其冲击波就会在海沟间来回震倒 到时候整个海沟都会沦为一片地狱 渔村也会被冲垮 艾玛并不知道 这其实是另一名船员黑星哥的主意 他过来找查理谈判 查理对此却毫不知情 黑星哥见自己的计划暴露 直接撕破脸皮 朝艾玛实验室那边发起了攻击 连番射击之后 技术杰和米亚被困在了实验室里头 艾玛这边被船员给扣了起来 他趁着船员松懈的时候 赶忙逃向了对岸 黑星哥操起枪支 直接将艾玛轰进了水中 好在这一枪并未击中艾玛本人 他逃到对岸和老肖取得了会合 两人兵分两路 艾玛负责拆除水雷 老肖则负责救出被困的技术宅和米亚 查理那边请求黑星哥停止爆破计划 黑星哥却根本不搭理他 查理被逼无奈 只好选择了跳船 技术扎和米亚那边正在被逐渐淹没 公牛沙很快被盯上了这两只猎物 两人只好继续爬到了房顶上面 但是技术扎却在逃难时划破了皮肤 鲜血很快引来了鲨鱼的注意 直接将它给咬了下去 老肖那边和船员展开了肉搏 战斗震撼之时 鲨鱼也过来凑了一把热闹 爱马那边很快便潜到了水雷这边 就在他拆除水雷之时 另一名船员却攻了过来 两人在水底一番颤抖 就在爱马将要咽气之时 鲨鱼却再次出现 送船员领了喝饭 解决船员后 爱马终于成功拆除了水雷 此时两只公牛沙也凑了上来 爱马举起手中的水雷 这也让公牛沙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引开鲨鱼的注意力 老肖将船员尸体扔进海中 终于让爱马成功脱身 轮船那边只剩黑心哥一人活了下来 他将轮船驶离渔村 引爆了手中的遥控 没想到最后爆炸的却是轮船 原来爱马脱身之后 就悄悄将水雷安在了轮船上面 黑心哥随着轮船沉入海底 最后成了鲨鱼的食物 轮船沉没后 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 老肖本想带着爱马和黑妹 离开这片海域 没想到爱马却提出 要消灭两只公牛沙 因为它们一旦开始繁殖 很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 爱马对此早就做好了准备 她从查理那边得到了一个信号发射器 这个发射器会发出公牛沙母亲的信号 只要他们发出信号 两只公牛沙就会自投罗网 他们将信号发射器绑在了水下无人机上面 公牛沙果然很快赶了过来 爱马本打算继续引诱鲨鱼 没想到无人机却被鱼网缠住 鲨鱼也很快离开了海域 老肖潜入水中体无人机解绑 没想到两只公牛沙再次围了上来 老肖眼见避无可避 最后选择了和鲨鱼同归于尽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爱马发现有一只公牛沙依然活着 为了消灭鲨鱼 爱马故意跳进海中 将鲨鱼又进了一个垃圾箱里面 庞大的鲨鱼被垃圾箱夹住身体 无法挣脱 爱马趁机启动了垃圾箱的甲板 开始挤压鲨鱼 庞大的鲨鱼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在水底不断挣扎 最后被垃圾箱活活挤爆 最后一只公牛沙被消灭后 黑妹潜入水底将爱马救了上来 两人沉船离开渔村 又在海面上遇到了躲在柜子里面的米亚 三个女人就此逃出生天 影片也画上了句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哪来临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做女人 好啦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本期解说小伙伴 能不能动动小拇指 长按下方点赞支持一波呢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